这是公安机关同意使用的视频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名男子撑着一把伞在停车场内闲逛 不时靠近一辆车 似乎在拉动车的门把手 凌晨接到这个小区物业报警 在那个杨家拍楼他们保安 抓到一个疑似小偷的这个男子 然后我们出警过去之后呢 现场询问 然后他说这个在 刚才在这个拉车门一路拉过来 然后车里偷了几包香烟 然后我们就给他带回来了 被抓的这名男子姓石 今年22岁 据他交代 当晚他拉了100多辆车的门把手 只有两辆车的车门没锁 他从车内一共偷了四盒香烟 900多元现金 而这名男子张警官说 他认识 经过审查呢 我们发现这个男的 就是我们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 处理过的一个嫌疑人 就当时他也是因为这个拉车门的行为 被这个后来是判处了拘役五个月 他出来之后先是 还是在我们留下地区活动 一直没有离开过 找了几份零工 找了那份零工的 人家也把他辞退掉了 所以导致他没有收入维持生计了 然后就又想起来坐这个老行当 拉车门偷东西 我们也是老师 可能因为是被当场抓获 而且围观群众较多 石某当时承认自己偷盗的事实 但是上了警车 他却冻起了歪脑筋 如果这样交代的话 对他可能会不利 然后就说这些香烟是他捡的 然后后面我们通过调取 这个阳架派楼社区的监控 发现他不止这个投了一包香烟 还投了一些羽绒服啊 裤子啊 大概用了三四个小时左右进行审查 最后他终于承认了 视频中可以看到3月15号凌晨 石某在几户居民家门口走来走去 没一会儿就拿着一个拖把和一件衣服离开了 现在石某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 这里也给广大车主提个醒 离开车辆一定要先确认锁好车门 1818黄金也就这报道